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補若檔 今集是 今天只有我一個在裏 補哥是有事忙 所以就找了Rock哥上來做主持 不是說話 Rock哥也是嘉賓 還有我們的打拳師傅SK 上來跟大家講一下拳賽 怎樣騙人 怎樣用拳賽來騙人都不是的 其實今集出 明天就是個比賽 星期六出的 星期日就是個比賽 那明天是怎樣 記得12點留意白兵和我的頻道 到時有直播看 有很精彩的拳賽 這個也可以講一下事緣 事緣我認識SK很久了 你上來也上過兩次 不過大家自己找回 因為那時候沒有開攝影機 兩次而已嗎 一次講電影的 都不止兩次 一次就屌尺頭皮的Andy 還有說鬼故呢 鬼故 人家上了三次 所以大家自己找回 但我認識SK認識很久了 好像2019年年尾 還是2020年年頭認識的 2019年 那時候他不知擔心我生命危險還是什麼 不如教你兩手 類似這樣 然後我就很開心 學得 之後就更加有慈母孔 撩士鬥飛 我還可以 之後我就把Bob叔叔抽 他不打而已 有人跟我說過 知不知我認識你 然後整天撩士鬥飛很好打 他看起來好像打得挺厲害的 是吧 要看八兵表演一下 是吧 這是橫蓋的 我是不要打的 不過純粹是 算了 這個也不是重點 大家記住集完舞之後 不要像我這樣 沒有撩士鬥飛 拿這個東西來 明天直接入龍 我? 我在龍外表演 我在龍外表演 上次你不是尿情人褲打嗎 沒有 沒有 那是我 是嗎 不要太像樣子 有一點面盲 認錯人 我身高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 其實 我認識Roc歌 我是因為SK才認識Roc歌 那你Roc歌為何會認識SK 我認識SK 因為Hein Sir 又是你的聽眾 不是Hein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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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一次 我拍了去聊完我 打球遊戲 然後問我 你有沒有興趣 所以玩MA 我MA好 我之前中學學過 學過泰拳 但是因為上面的環境 就不是太好 我也覺得不是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就學了兩三個東西 就完了 然後我又有一個機會 然後Hein Sir 我朋友就說這裡教得多好 然後就嘗試一下 然後就開始了這件事 這是廣告 葉配 原來是招募 原來是拳館招募的一個廣告 那你為何會認識茄汁 因為這個又是很久的一個故事 茄汁是招募的 因為是澳會員 是澳會員 他經常都會買我的東西 為什麼我認識他呢 因為那時候還在讀大學 然後他就搞了一件要entrepreneur 即是把Hong Kong 的Kong 和entrepreneur 合在一起 香港企業家 是的 他就想招募一群年輕人 想創業的 他們那個人差不多大 這個人大 然後就出來聊聊天 看看有什麼交流一下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是一百年 一百年可能五六月左右 然後那時候就約出來聊天 然後就說大家有什麼想做的 然後我就說其實我想拍YouTube 但是一直都沒有做 然後就說好啊 我們就試一下 今個星期日 我們一起交一條片出來 給大家看 之後就出片 我就說好啊 來囉 然後就開始拍YouTube 那時候 回不了頭 因為你拍YouTube 但他沒有拍 他也有拍 一開始他也有拍 還有他有玩Podcast 但是之後因為他不喜歡 就是Podcast 這個東西 扭了我的理念 有些人真的 他覺得這個理念 做一個創業家 除了是賺錢之外 很重要是那個 生活風格 但是去到一些人就 太看錢了 就放棄了自由的東西 就入了一些商會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的名字 我明白 可能某個顏色 然後他就 嘩這班人很笨 整個東西扔掉了 整個頻道掉了 就是這樣 但是他就幫香港多了一個YouTuber 還有成就了我認識他 一個有二十萬訂閱的YouTuber 沒有 19萬多我記得 差一點 差兩千多 差不多 其實香港有二十萬的不多 都是 香港的觀眾群太小 十萬的有一堆 但是二十萬的真的很少 一百個內 那你到二十萬會做什麼 要拍片 你會想有些片 就慶祝一下二十萬的 是的 你的感覺是這些 沒有想到的 沒有想到的 是 昨天我發給你看那段影片 除了捉鯊魚 沒有 沒有 可以再約一次 上來拳館打 因為去年年初 這個要說 去年年初 就是因為你 因為我 因為你 因為Hinds介紹了SK給我認識 然後上來拍片 不是上來 上來 上來 學拳 然後拍了一段影片 是講學拳的 然後在那段影片 下面就有些留言 說師傅很流 想不懂 是的 我知道有一個人 在下面不斷尿尺斗菲 那是我來的 原來就是你 因為有些人說 師傅認不認識 我就拿我自己的帳戶 就不是爸爸的帳戶 就留言 你上去打拆他 讓我不忍 原來就是你促成的 對 打拆他 這些拆拳牌 很聰明的人 打拆他 這樣 學白兵所說 在網上說 沒有利用 上來打 於是約了一班人上來打 那段影片也挺好玩 約了一班人上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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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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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我看別人的健身 連登的健身姿 也有說 標題寫明 你串人你不要緊 你先自貼 我可以先把身形 對 你的胸肌是這樣的 你的bicep 是這樣的 你就很串咎人 才有資格 對 以後拍片補充 一定要第一句說 以下 如果你覺得任何拳腳不勁勁 師傅 什麼參加者 好勁廢 不要緊 你上來打 你不上來打 打你在下面不要留些傻疚的事 你也應該這樣 下面有些人吵咎你 應該直接坐在那裡和你辯論 我是很期待的 你又不會打人 這個畫面是不會出現的 因為那些陳頭皮是 最初他有封閒 有人打電話上去 看著那些人 不就是聽著那些人 聽著那些人 接著他就 喂 Hello 你還有咪咪 喂 是否收到 是 Point1 接 Point1 接Point10 講完之後 還有沒有 拿Point1繼續講 嗯 是呀 很奇怪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浪費氣 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我覺得可以扭正這個歪風 網上講話之前想過 是呀 要是就出來自己抄 是 然後 你去年就搞了一堆這樣的事情 又多人認識SK這樣 其實我們上傳 不是上傳就不是我們 上傳是SK有搞到拳賽 這個就可以講一下 就是 我就 我認識拳賽 就是適中陪生的 因為我是一個不看拳賽的人 我YouTube會看 我YouTube就看 UFC 就看別人怎麼打 自己娛樂這樣看 可能看完有不明白 就問回SK 為什麼這樣 比如 是不是很早 好像那時候 Conor McGregor都還沒有斷腳 那時候就有討論 為什麼他的妝要這樣擺 對 之後就有說為什麼不斷勾勾的前腳 對 對 後來真的有拳手 就是這樣 直接踢勾勾斷了他的腳 整場狂勾勾了二十個斷腳 沒有的 不要說你 我看很多 沒有理由 我是香港一粒微塵來的 我是香港一粒微塵中的微塵 為什麼我想到的東西 沒有理由 別人想不到 因為那時候是純粹問 他擺這個妝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個人比較靠後一點 你要打到他的頭 其實你會進去他的空間 他就很容易可以 一鐵界 他很容易可以 counter attack 這個是他引你進來的原因 所以他擺這個妝 但是你沒有裝是完美的 你總有一個破綻 那破綻就是他的前腳很難出的 然後就會討論 為什麼不斷勾勾的前腳 不要說好像很簡單 你試探什麼都好 你一定撩一下他的前腳 因為普遍撩前腳 在立技 我們通常叫striking 通常攻擊的目標是大腿 我們斬低數斬大腿多 如果是踢他大腿的時候 他足夠時間去做回避 他縮開一隻腳去避開 但是他的對手 Dustin 因為之前已經打過他 雖然輸過給他 所以他那次 你其實如果有留意 你只看他的身形都不同了 很明顯是針對式訓練 是專門對Conor McGregor打這個技巧 只是斬小腿 讓你收不及 再斬幾次 你的肌肉痛 對 會累積 然後你連站也站得不穩 你移動 開始慢了 如果大家會看回他的比賽的影片 你看到最後 應該是有一個top shot 拍著Conor McGregor 撞在他的籠 然後全部的拳 去到埋尾才給你 Dustin去到埋尾才給你 因為Conor McGregor另一個很強的優點 就是他閃拳閃得很厲害 因為我不理解為什麼閃得那麼厲害 可能他捉他肩膀 捉手影 他就閃得很快 這個就是我平時會經常說的 你起手的動作 等於我跟 猜拳頭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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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讓人知道 互動遊戲是不讓人知道 你下部的 我給你知道 我們在玩什麼 所以就是 所以其實 說回來 你那次上來打拳的影片 其實我自己看回 我自己的動作 因為你看到很多人說 我不懂得打拳的動作 很難看 因為我自己也會看回 然後分析 為什麼我的動作是這樣的 然後看一看 原來我自己 因為已經習慣收拾了動作 所以看完全部的動作 沒有法力位 即是沒有拉弓這些動作 那看下去 如果看電影 電影 是很大的動作 所以當你沒有起手動作的時候 你那拳怎麼看 沒有力氣 因為我自己也看到 沒有力氣 慶行就 有拍過電影 知道怎樣去交代鏡頭 怎樣交代動作 可以令到動作 好看一點 厲害一點 然後看下去分析 對 所以原來這樣 令到我自己看他的動作 沒有力氣 所以 套下去在 Conor McGregor 對Dustin 那裏 Dustin把法力位 去到最後才發力 所以他是避免 避免 避免 但正常如果對面不是Conor McGregor 這樣打可能是一個缺點 因為他的破壞會沒有那麼大 他沒有用Core的力 後來他用手撞下去 所以你見Dustin在那次跟他打的時候 兩手臂粗了很多 所以你見到一個運動員 拳手 尤其是MMA拳手 你看他的身體的肌肉分布 肌肉形狀大概知道他的強項是甚麼 尤其是打Striking的肌肉特別澎湃 腹肌上腹是特別闊 有時候我看拳不是誰打贏誰打輸 有時候你深入研究分析為何他會這樣做 為何這次他是輸甚麼 為何這個人出拳的動作這麼古怪 我覺得這是挺有趣的 然後我們又回到拳賽 其實香港總有 可能對上去一兩年有防疫令 總會有人搞拳賽 那那些是怎樣搞 還有為何你之後會想一下 不如我搞吧 其實搞拳賽呢 爆一爆地說 最初這裡這個地方我跟你一起到處找一套 你知不知道現在我的拳館是他找的 是嗎? 是呀 很意外 因為那時候他又要搬 然後我就剛巧在這裡裝修到尾聲 我已經找了我現在的辦公室 那我也是用一下28房子那些 遊業配?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隨便上網找 然後他剛巧就知道SK在找 那我就搜尋一下 那我知道他大小要求和足金要求 就搜尋一下 很厲害 神經病 之後就搜尋一下 這個可以不可以 然後你就打去問那個代理 之後就不知道第二天怎麼簽 好像比我更快 我講得細節一點點 那天是星期五來的 如果熟悉白兵的觀眾知道 星期五還要是7點45分 就來直播的時間 就來直播的時間 還有三個字是直播的 那是8點45點 對 1個9點開直播 對不起 8點45 然後之後 他本來在房裡走出來 找到舖子沒有? 然後就這樣這樣 對嗎? 對嗎? 可以啊 然後就打給公司 第二天看舖子 然後 因為週末公司不工作 然後拿了資料 星期一 約定 星期二之後 還要簽約了 索士 完 這麼快 超快 突然之間發生了 所以現在拳館那裡 是他找回來的 其實 找到拳館 是沒有裁判的 是 是 是 這是智商問題 是 是 然後 其實 找這個地方的時候 已經預料了 會擺一個 專門的鐵籠 因為 最初其實 找這個地方 已經想著會搞比賽 就是 因為 剛才麥冰問 為什麼要搞比賽 為什麼會想搞比賽 就是 因為 尤其是這幾年 香港搞不到比賽 等等 其實很多拳手 MMA拳手斷了折 香港沒有拳手 舊的班 打 打都不想再打了 有些是成家立室 生了小朋友 都 算了 玩一下可以的 打打不打 所以 變成這段真空期 搞到沒有了 沒有新手 然後 有些以前 有搞MMA決比賽的公司 又不再做 所以 突然間 就 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人做 對 天時地利日和 我們做 為什麼會想搞過這樣的比賽呢 就是 Rock哥又打過比賽了 現役拳手 不要這樣說 現役拳手 認真 你打比賽 你第一想要到什麼 帥 要帥 打拳 當然帥 所以 所以 你見我們 搞個比賽 為什麼人家 有些 我看你進去 打打打打打 打完就 舉手 完的了 走的了 拍兩張照片 為什麼我們要搞這麼多事情 又要 做 好像 懶是pro 之前那天 Way in 跟著 好像UMC Way in 過榜 跟著 face off 拍照 有些攝影師 去做這些事情 那 就是 我想每一個 來參加我們 比賽的 拳手 就是 你起碼多些 東西 展示給你的朋友 展示給別人 展示給別人 你玩這個運動 你 喂 有型的 不是真的純粹 只能打打打打打打 完 而另一個事情 就是 未必是 每個人想看拳賽 都是 我只是只看他打打 因為我小時候看拳賽 我是真的會 穩足整個 整個 當日整個 比賽 是 看拳手 入場 舉手 走進來 然後 擺姿勢 看著他怎樣 入場 看著他怎樣 去表演他的動作 然後 兩個 準備好了 Thank you 跟著 開始打 打完之後 贏了拳手 打完之後 贏了拳手 講感受 所以 我覺得 這是 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事情 即是 比賽 不是只是一個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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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 走走走走 下一個進來 你會覺得這件事 很無忍 還有上網 如果別人的所謂的管內賽 通常都是 我都不明白 這個世代的手機 都 4K 都1080 都蒙到 珠細 你怎麼拿 你哪裏找到 沒有高清的手機拍 我都是很好奇的 可能 鏡頭 就蒙了 你老闆 全部面油 都在這邊 他這樣 聽電話 都蒙了 這個混蛋 不知 哪裏找回來 已經是二十一世紀 為何可以找到 這麼蒙的鏡頭 當然上次我們比賽之後 都有 我聽到很多聲音 都有些朋友說 喂 你的直播疾 你的聲音是甚麼事 這次的聲音是經處理 經本人處理 大家會看到這支咪 在那裏 就會是這把聲音 還有這把聲音 不會上次這樣散 認真 認真 真的會 多謝大家的意見 第一次搞是 預了七 我不覺得七 預了有很多改善 有空間 因為我都會覺得 對 這些是一個好的評價 你有改善 不是 很厲害 很厲害 Rok哥 八兵 不 謝謝 再見 不是一些廢話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批評 還有 對 我們要去 怎樣可以再做好些 再做得 整件事 可以輕鬆一點 看下去 給一些 看直播的觀眾 不在現場 看直播的觀眾 都可以 看得舒舒服服 包括 我聽到朋友說 我們太多廣告 這次我們都會去 那麼多廣告 不是 再多一點 再少一點 另一件事 沒有那麼 沉悶 我都想大家看都看得舒服 這次廣告很少的程度 應該是 少很多 因為 贊助都是有那麼多 但是 我們差不多是贊助的 但是觀眾的觀賞性 會高很多 因為用了另一個方式 去做好一點的贊助 對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 如果太多播放影片 去贊助就影響了 因為我又看某些 是吧 頻道 還是 是叫做 台 Youtube的 不是 電視台 不是 那些叫 網台 streaming platform 網台 這個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有它 我直接說出來 不能說的嗎 不是 我不想說的 我幫你說ViuTV 是的 那我就說了 因為 我最近有一套東西 我想看一看 有一個我想看的人 在裡面演 我想去看一下 哇 那些廣告 哦 有時候虧了 你要再播一次 哦 是呀 真的有時候播兩個 你要播四次 哦 是呀 有時候APP 如果不斷了 那些廣告這麼久 然後 完了 還有 哇 真厲害 比TBB 所以看過功是辛苦的 是 會想走 所以我會 顧慮大家的感受 還有 我突然想起一個很搞笑 就是 剛剛講起批評 各樣這些 我們不是痴線的嘛 所以 正路 不是嗎 我一直以為是 我們是傻 但是不是痴線的 所以見到正路批評就是 聲音 或者疾 這些我們會處理的 嗯 還有畫面 我們都盡量 還有我都覺得 就是 如果是其他 不是說國際級UFC 這些無限預算 當然是超正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較低預算 但是又是 尤其是香港本地拳賽 很少是有MultiCamp 不會有幾支Camp 幫你轉角度 這個已經是很誇張的 其實是 另一件事 就是 我想起上次有個很搞笑的留言 這裏都要再說出來 再少少 就是不知留言 那時候是Grapping 我也在想是不是這些 就是送這兩個人蛋巴油 然後有個留言說 為什麼他們不出拳 為什麼釀菜 摸來摸去說他們 是呀 我就想回覆他們 是呀 人家采軍子 所以不出拳 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覺得就是 留下這個言的人 或者有這類留言的人 其實你們可以 轉個方法去留言 就問 為什麼 比賽規則是什麼 嗯 是呀 是不是不出拳 或者是怎樣玩的 你至少這樣留言 就不要打他 不出拳 那是很噁心的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這個留言是在哪個頻道 不重要的 這個不重要 總之看到一個這樣的留言 是呀 不是只有G字 沒事沒事沒事 真的沒事 還有可以在留言之前 都可以看一看 那些描述的 其實我們在很多時候 這條影片的 描述量都是有用的 打一些資訊 是 不要每次都衝出來 這些 所以批評的 我們就會看的 是 第一按鈎的 就會 他嫌我們不出拳 不如我們下次巴尤出拳 打 那個叫MMA 不是呀 現在有什麼 我去出獎 什麼 Combat BJJ 可以蓋你 蓋夠的 可以蓋他 可以出排雲獎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 就是 我就是看這些 不知道是Combat BJJ 但是他的 片名字沒有Combat 這個字 總之都是寫BJJ 我看到那個人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怎樣去護自己 還是怎樣 他不知道 拿著什麼 所以他一掌打下去 大概打起來 打起來 不斷打起來 不斷打下去 我就說 你怎麼可以的 我不是有學很久 BJJ 可以這樣 一掌一掌 這樣說 我親眼見過的分享 在香港的比賽 我真的看過一次 在香港BJJ的比賽 公開的 一個外籍選手 對一個本地的選手 托著 抓著Comb 逐拳逐拳 不斷折在頭上 爆光 沒有停他嗎 停不下 還是 沒有人理會 沒有裁判的 有裁判的 有裁判 Rofy是站在旁邊 Rofy正在想 我是做什麼評判 MMA還是 沒有裁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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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那次他們會這樣 那被人打的那個沒有發聲的嗎 他正 他打救我 他出拳了 打了 很悶 真的 被人打的那個就是 滿眼露火 真的很怒氣 爆光 因為我認識的 被人打的那個 外籍那個 看著他都很強悍的 我看著是一個巨人 我看著是一個巨人 和橡膠質肌肉 但都沒得打 就是Rofy走過去當時變成Rofy仔 那個就是The Rock 差不多 應該沒有那麼高 The Rock好像是一咪一樣 好像有 應該有 那外面的拳賽 或者有些什麼 令到你想自己搞 剛剛都沒說 觀賞程度 製作 因為始終 以前 普遍你看多一些 泰拳 就是偏向打擊技的武術 你就真的一個 攝影機這樣 射過去 你就看得很清楚 跌倒就跌倒 跌倒就跌倒 跌倒就跌倒就跌倒 跌倒就跌倒就繼續 五十幾幾位這樣打 是很明顯的 但當你到有落地 涉及會落地 在Ground Fight的時候 剛才白兵所說的 你沒有多幾支攝影機 射過去 其實不知道在看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 最早期 還在說九幾年 尾聲的時候 我們看比賽 哇 那時候的電視又細部 那時候整個 鏡頭那麼大 那兩顆人 兩顆人都在這裡 他覺得 嘴聲會失望 他在做什麼 不是啊 他抱著 是不是A摘著B 不是啊 B好像夾著A 真的看得很睏 真的搞不定 就算你對那件事 多有熱誠 多有興趣也好 真的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有幾多技術含量 根本你都不會看到 但是 這就導致我們想 幾個鏡頭去看清晰一點 那是不是要很高預算 要很多錢才能做到 那我們其中一個理念就是 就是盡量用最少的錢 最少的浪費 去做到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 一來這樣 我們自己會有些成功感 二來我會覺得 不是什麼都是 用錢錢錢錢錢 砌出來先走 這件事是 可以說是 我的理念 所以那天我們才說 多錢去做這件事 和少錢去做這件事 嗯 是的 的分別 Rod哥你上次自己打的感受是怎樣的 嘩 其實 就是 上台打會 就是你感受過這個運動 你才會知道 那個辛苦程度 那個體能消耗的程度 是去到哪裡 很多時候可能 人們會看到一些拳手 為什麼還不出拳呢 為什麼出拳好像武力一樣 因為其實是 用很多 用很多陽氣 很容易會 還有你發現 你的XP的巴扣得很快 是的 意外地快 MPHP也是 因為肌肉量多 會嗎 肌肉量多 肌肉量多 我小的 那次我抓了十公斤差不多 比起現在 比起現在抓了十公斤打的 但是也是很辛苦 而且 不過 看回 在場上 以為自己好像可以 用拳 但是看回 嘩 這麼噁心 都沒有轉腰 而且 你始終 一個 你自己 玩個劍尾 就算劍尾 互動 互動也不算是好 互動 都是自己做的 但是你很獨立 都會影響自己的表現 是 所以尤其是一個 打拳 我常說是一個活動遊戲 再加上 身體的 砰 中拳 那個緊張程度 那個壓力 都會更加大 還有 有時候 可能有人看到 輕輕力 撐了一下頭 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你還沒打拳 就不知道有人叫 衝擊就是衝擊 入就是入 你會以為 這拳很輕 沒事的 但是不是 中了你都會 扣一下你的能源 都會扣一下你的 清晰程度 對整件事 那個穿透力 我發覺 如果我看外國的拳賽 那個穿透力厲害不厲害 我不知道這個 是否可以直接反映到 就是那個人的頭 頭盒 一次過噴出來 噢 對 打過就 噴出來 那一刻就 入了 是嗎 容易一點理解就是 我不打他 我當作推他 我推他那一刻 喂 好 還有 喂 哪一件事會有爆汗的動作 就是 那個影響夠清晰 就是 喂 打完球 你一定會有水花 但是 這樣推你 他不會有水花 所以 根本就是 撞擊 那個影響夠不夠清晰 嗯 很多時候 很多人會 理解 我 機獄量越多 我比力越大 那麼 我捏拳頭越實 那拳就越厲害 嗯 你可以去 測試一下 或者去深究一下 這件事 什麼叫做放鬆 那個穿透力 撞進去 還有比力捏拳頭 我叫做推進去 那個分別 所以就是 有時候 我們小時候也是 看拳賽 喂 明明那拳沒有力 是不是打假拳的 嗯 躺下了 喂 拳手第二天出過報道 說他眼蓋骨碎了 是不是這樣 還有那些 網上那些大型比賽的 那些 看回那些片 有時候有些KO的那些 未必是很大的動作 可能就是你衝過來 我輕輕 我想起第一次見你 哈哈哈哈哈 對 那些拳 那次大概就是 手掌 大概那些拳就是 哇 碰了一碰 也是 我加上前 所以很多時候 沒力量的 你看看中那個 他有沒有力量 還有我覺得看拳 如果不明白為何會 這麼重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 Youtube有一個很好的 又有一個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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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看完後 試一下去分析一個拳手的互動 無論是興趣也好 我想這件事做得好一點 都是一個很好的 讓自己在腦裡練習 不只是打多一點 打多一點固然好 是需要的 尤其是現在這一代的拳手 再不是80年代 90年代的拳手 現在的拳手是好吃老的 不是只死操難操 還有如果說拳賽上台的心態 其實上次我覺得已經是比較安心 因為我的對手是朋友 大家上台的目的都不是打死對方 我也會覺得打得放心一點 但如果正式比賽 不是反而不太放心嗎 不是的 如果我對我不會的 要大家想贏的 有一個競爭心態 對我不會的好像會比較放心 對我不會的好像比較放心 是嗎 對我不會的好像比較放心 你懂得打 當我不是那麼厲害的時候 我的對手如果是 如果他的競爭性是很強的話 我會很緊張 不過認真上次Lio真的表現得很好的 是 我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突然間要先爆炸 挺好看的 尤其是最後一分鐘 尤其是一個人在擂台裏面 擂台是一個人生的縮影 這是我上次訪問說的一句話 擂台是人生的縮影 你在擂台裏面 你的行為是怎樣 你做些什麼 其實你在擂台裏面的人生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因為是你的性格 所以你看到Lio的人 越強越強 去到沒有精力 很累了 你還繼續爆炸出去 看到他的鬥心窩有多厲害 這個我覺得真的 上次他打到最終回合的時候 我是完全對他那個 跟他平時的形象很不同 他平時的形象就是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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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真的很尊重的 剛剛你說的越強越強這個心態 我想起明天賽事的其中一場 因為明天賽事會有一場 有一個十多公斤的差距 我嚇死一個有一個十多公斤的人 輕鬆的那隻狗 拳手來了 你簽著 有些煩法應該 是嗎 十多公斤的多小 我不知道 寶寶爬行比賽 兩個寶寶馬 所以明天那一場 這場是我全日其中一場最期待的 是不是要介紹的 介紹明天的拳賽? 有其中一個拳手是只有十四歲的小朋友 而那個十四歲的小朋友是一位youtuber 被他水了去大拳 就是上一次人踢館那條片之後 他就上了來學拳 這麼誘客? 有些細節,免得說,得罪人就沒有 因為我的人很隨和 大家知道的 然後他去了其他地方 試堂我不喜歡 最後都過了來找我 找完我之後 到現在應該學了約九個月左右 但認真 他給了一個很大的強心針給我 很大的強心針 為甚麼?就是香港人有救的? 一來吧 即是你這個人樂觀了? 我會覺得這個是在拳壇香港明日之星來的 嘩,這麼準? 是呀 真的,我完全看好他 是 過心態啊,態度啊 還有他有的時間 他這麼小時候已經這麼有心態 這麼有態度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其實這個也可以說一下 我覺得搞拳賽有一個好處 就是讓你當我們頻道不多人看 但總會有人看 有人看就會有一個 有一件事就是 譬如小時候 你看球 你看到我很想做碧鹹 我很想做施朗 然後你會走到街場踢球 你會模仿他有甚麼都好 我覺得是多過途徑讓人知道 我原來打拳可以這樣 或者打拳是這樣的 令到小時候 即使不是來我們拳館也好 不是去SK拳館也好 至少拳館沒有我的份 因為有人按鈕鈕鈕 有人按鈕鈕鈕 有人SK拳館有我的份 我不知道是誰來的 總之因為他裝修那一陣子 我敢去幫忙 之後那個人覺得拳館 怎麼會把拳館沒有份 就是幫什麼手 但我真的沒有份 不是,這裡我也有份裝修 你也有份 建造訓練局廣告 你裝修一次遇上我 我也有份戲的,威呢 然後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香港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位置是甚麼呢 尤其是近年會多些 可能用電影來這個行業 以前可能很多電影拍 很多新演員 然後很多藝園訓練班 以前TVB 所以有很多人會襯托到 有梁朝偉,有梁德華彈出來 但是去到某時某刻 那些人就忘記了 原來這個世界需要清奮系統 然後可能去到近年 我女歌手說 我Marf很棒 或者 譬如我這樣 我很喜歡 Sinney很厲害的 我這麼久都跟人說 如果Sinney出Solo的歌 就是香港的未來樂壇 這十年都會是Marf鬥Sinney 沒有第三個 在我的眼中 或者是我的判斷 但問題是甚麼呢 其實是沒有人去培訓他的歌 是Marf自己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Sinney自己本身讀音樂 也有學跳舞 但是沒有一個清奮系統 或者沒有 韓國那些雖然很殘酷 但是他們每一個 他們都是練習生 不知道多少年出來 所以為甚麼全部都是 完成品出來 為甚麼現在譬如 YG出的那個 Babby Monster 十六七歲 厲害到這樣 人家可能是已經十年 練習生 我覺得清奮系統很厲害 但是很多時候 香港人經常覺得 我們有個天算之人 那就算了 但是你沒有想過 其實你要穩定地有這些人 你要有清奮系統 而不是有些人自由發育 因為我會歸咎於香港一個 曾經有人跟我說過 香港以前曾經在世界 都叫做佔一席位的 藝術行業 三大藝術行業 漫畫 電影 音樂 以前香港都經過一下 那為甚麼會死呢 為甚麼這三件事 現在香港那次都不太行 就是一個促食文化 即你的促食文化已經變成一個習慣 甚至乎已經是一個標準 喂 哪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即時不行 可以了 再配到 搞定 又擺什麼罐頭的東西 就搞定 所以就有《全民造星》 是 就是我找一個即食的出來 是 但是他們無視了 譬如好像MC 現在唱歌很厲害 很好聽 人家Busking也Busking了N年 就是他 這個是一個非正式的清奮系統 就是他自己在街上唱 但是他唱了那麼多年 那你沒有理由 你要在市面上 找一個自己銀河包 這麼辛苦 在這些人的角度 不等於我認同 雖然也不等於我完全否定 但是我不等於我認同 就是 沒錯 很容易說一句 就是 有機會給有準備的人 是給有準備的人 人家就有準備 所以就成功 問題就是 人家的準備 是他自己的努力 跟 對 那有沒有栽培 也不一樣 我每天到街場去踢球 我都可以很好球 但是你只要去一轉 別人的足球分裂學校 就差很遠 就是你自己很好球 如果我用足球來做 比如你自己踢到街場很穩定 全庭大捨也很厲害 但是你去到別人的分裂學校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 分裂 就是別人的體系是怎樣的 放手進攻 配合組織 就是 心態的思想 完全都不是那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同運動範疇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運動員的革命 就是不同範疇 你之前見美 剛才踢球 籃球 打拳 全部都是 所以 我們回到比賽 就是想香港的拳手 選手 運動員 就是大家團結一點 就是好像 得罪廣據 我也得罪廣據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搞比賽 我們會找拳手 喂 你的拳手有沒有 師兄弟去玩 你有沒有 就是去問的時候 對誰先 有時候 選人打 是的 是的 那 真的 衰得說一句 我很白說一句 你可以討厭我 可以生氣我 可以 學ROCK的話 真的不喜歡吵架我 我會覺得 香港人 你們 應該 先團結了 那些 不是那些大型比賽 不是那些 有記錄的東西 先打了 先打多些 你香港那些拳手強 你才對到外地 不要說去到很遠 就是中港台 現在 不要說中國 中國真的已經很多 很多很厲害的拳手 但是 連最近的台灣 都真的 還差一折 所以 我真的很想 香港的運動員 大家團結了 大家一起訓練多些 打多些 你的經驗多了 你的 擂台的經驗多了 搏擊的經驗多了 你才再去對外地的人 才打向香港的運動員的名字 現在我們這些 雖然我不承認 我們那個叫管內賽 是的 就是一個室內的比賽 室內搞的比賽 其實不是室內的 是的 但是 我不會叫我們這個 叫管內賽 因為 我們的製作 我們的製作 我們的鋪牌 我們所有的 譬如我們 贊助 表演嘉賓 頒獎嘉賓 我們每一部分都不是 去做的 真的想給大家一個製作 去感受拳賽 這件事是開心的 看得好看 舒服 打的會足夠享受這件事 所以 真的 趁這段時間打多一點 我們預計 24年 我們會搞四遲 這次我們是1月14日 那下次已經 其實預定了4月21日 4月21日 其實這個應該是 明天的比賽 我們才公佈的 OK 我們 偷步公佈 白兵的聽眾 你們有福 4月21日 就是我們下一次比賽 24年我們會搞多兩次 我們講一講我們的 什麼 口號 目標 嚇死了 也沒有 目標是什麼 目標是25年 年尾 我們搞一次大賽 所以趁這段時間 你們 你們 教練 運動員 想打比賽 多一點 打多一點 不一定是我們搞的比賽 外面的比賽 多一點 不要去計算這麼多 因為剛剛 那些混蛋 就是我講的 總之就是 有些拳手 你當我是那個混蛋 然後呢 今天SK找我 白兵打不打拳 然後 對誰先 說Rock哥那麼大隻 不要啦 有沒有那些瘦一點 有沒有那些輕磅一點 這個打過十場比賽 有沒有那些沒有打過 給我 就是 你是 你只是想 好像人家打遊戲 那樣 教醫師 打電腦 就是這樣 你自己回家打 就是這樣 你對夢牆打就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些人 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些人 就是會有些人 就是會這樣去選拳手 然後我心想 那你是為什麼 先 為勝率 那你在那裡 那數據做什麼 就是 我知道打拳是為贏 是打贏了可以打飛機 但是 那你可不可以那個飛機 不要 就是很奇怪 這個比喻 就是總之就是 你不要 就是一個沒有難度的比賽 你贏來把賭嗎 就是這樣說 還有 你又不是打職業 那個勝率要求來做什麼 對 對 你為那個勝率來做什麼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就是 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是這個心態的話 你不要參加比賽 就是 很浪費時間 就是浪費大家時間 那所以我就覺得 還有 就是這些的比賽 你都是想吸收經驗 想進步 或者看一下自己套拳 是不是這麼厲害 外面那些打法會是怎樣 會不會我套拳 應不應付到外面那些呢 我 或者我的訓練已經很足了 但是我落到場 我夠不夠靈活 腦袋能不能靈活 去應變對面的不同打法呢 我覺得這個是 反而才是一個樂趣 嗯 譬如就是好像德填 打完 Conor McGregor 第一次輸了 我回去報夠你的片 我看我怎麼打贏你 嗯 之後就練成就可以 嘔斷你的腳 這樣 這樣才贏 那你這樣才 從來都是 這個很老套 我記得這個 最新的那集 就是Batman 最後呢 就是這個 阿小丑 就是那些隱藏片 還是最後的那些 就是小丑和雨仁說 就是在監倉裡面說 就是 Combat Story 永遠都是最好看的 嗯 就是你不能是 拆過之後很厲害的 你的很厲害是沒有意思的 嗯 就是這樣 就是我打十個十歲的年輕人 就是好像當年周星馳電影的圖片 那樣 是啊 你不是落爛了六月飛箱的 那你九筆子麻官 沉冤德填沒有意思的 嗯 就是你一開波就判了常威是有罪的話 那一部電影就不好看的 完 完 這樣 哦原來 戚秦氏一家是被常威殺的 完 這部電影不是戲來的 不好看的 所以我 還有這些都是 我覺得獲得經驗 還有這些是鍛鍊自己 比勝率還要重要 還是贏不贏 說真的說 你那次輸了 你就不要鋪出來 是 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我們照鋪 還有我有個問題 我們說了這麼久 都沒有介紹過拳賽 其實是什麼 裡面會有什麼題 拳賽有拳賽 對 就是以為拳賽有拳體 但是那些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那些人也有拳體 是 不過一開始我們就會有Bio比賽 是的 大家可以看看不用拳的人 如何打架 對 我大概就說一說 那 糟了我怕數字有說錯 不要緊 有20場比賽 明天是有 一開始會是Grabling 就是 就是偏向巴西游術 會是摔摔 寢技 就是地下的壓制 關節技 鎖技 的比賽 就不會有任何打擊技 就是不會拿拳頭打他 拿腳踩他 這樣 是的 就是有12場的Grabling比賽 接著之後 有表演體 是的 我們有tracking的表演 什麼tracking 很tricky 就是那些空翻 那些 打前空翻 後空翻 那些 有個 糟了我不記得他的名銜 到時候看情況 到時候會說 MC不是我做 MC有美女做 不要我做 有tracking表演 表演之後 開始有三場的boxing 原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麼 Bocsing Bocsing就是不用腳 是的 有人問過我 所以為什麼會有 kickboxing 就是被你踢腳 踢完的Bocsing 有人問過我 為什麼曹昇緣不踢腳 其實只要你穿了鞋 那個運動就不會踢腳 我會說在競技 即是在搏擊上面 可能 Bocsing是 但是有些 穿了鞋照 踢腳 好像是法國的 Savon 穿鞋都可以踢 穿鞋都可以踢 那他可不可以變槓頭 安全鞋子 再加鞋釘 砰那些 尖刺 鑼釘 不搞別人的運動 有三場的boxing Bocsing就是拳的對打 接著就有兩場的striking striking 就是剛才Rod哥有介紹的 一個14歲的小朋友 現在的磅數是39公斤 而他的對手同樣都是14歲 但是磅數是52公斤 其實52公斤也不重 只是39公斤太輕 39公斤太多 高十幾cm 沒有 好像沒有 高一點 應該不太多 因為那個39歲的拳手 我近這幾個月都 39公斤 是嗎 我講錯了 你講了39歲 我自己講 85磅 他多高 雖然那些女生可能mike5 都是這些磅數 差不多 而且高了很多 你可以介紹一下 在搏擊運動裡面 重量有什麼用 兩場striking之後 就有三場是MMA的 MMA是我們壓軸 也是我們最想煲的東西 我自己也講過好幾次了 為什麼一天的比賽 又grappling又striking又boxing 我整天會這麼亂 什麼都差一跌 其實不是想差一跌 如果我可以 搞二十場MMA 是的 如果我可以選擇的話 我是要全部MMA的 但不是代表grappling和striking不好看 先說明 不關我有沒有看事 不關我中不中意 是 我想鋪起多些這個運動 讓打開striking的人 去接觸一下grappling是怎樣 一回事 打開grappling的人 看看striking的人 打拳 原來是這樣的 人敢踢我一腳 行不行 開始了解多些 我們現在將門檻 盡量降低一些 讓二入口一些 讓不同範疇運動員 都接觸一下其他不同範疇的東西 撞大多些香港這個 MMA搏擊運動的 圈子 圈子 拳手的 交流 強的程度 提高一點的level 這個是我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是 今集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留意 明天12點開始 我和Rock哥的頻道 會進行這個現場直播 兼且我們兩個會旁述 就是這樣 明天見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還未回答 什麼 什麼 什麼時候 拳手重量分別 出個拳不同 重量分別 你想問什麼 為什麼要同房數 如果大家相差十幾k 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有什麼劣勢 大佬 他高我這麼多也好 我都不夠 XK打 不要說打不打 我放鬆 撞住他 不要想 你只想 你抱著一個醉酒腦 撞掉的 你抱著一個輕一點 容易一點 你抱著一個錯的女生 你抱著一個100磅的女生 或者一個200磅的醉酒腦 100磅的腦分 就不是腦分 你對 就是這樣 即是他的肌肉量不同 他打出來的momentum不同 那拳差很遠 譬如我們上次的比賽 有個外國人 好像跟我差不多高 重我十公斤那些 你覺得重手很多 你覺得他出的拳是不同的 就好像我記得曾經 方力申在24-7的節目受訪 他說他跟國際那些 什麼非比斯 那些什麼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他們那隻腳很大 然後他游泳去踢腳 天生有FIN 天生有對FIN 踢腳有個低音在那裡 踢腳 如果你踢踢踢踢踢踢 他踢踢踢踢踢踢踢 你看清楚腳趾中有撲 他背後有魚刺的 所以再賣一次廣告 就是體重的差距會有這麼大分別 也有人問我為什麼你會給個 十四歲小朋友 大家都十四歲 為什麼會差十幾K都打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挑戰 當然他自己也想 他家人也同意 是有家長簽名的 因為之前這個小朋友 補了幾次比賽 他都沒得打 他很失望 他很低落 小朋友的樣子都告訴你 很不開心 我沒有比賽打 SK我有沒有得打 他又沒有得打 他有點露飛的感覺 去做海盜 是啊 你還這麼小 一定沒有掩蓋下去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到時應該是十二三四五 第十六場比賽 是 明天要留意一下 下條比賽 謝謝 拜拜